232 顾鸣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32 顾鸣 232 顾鸣 232 顾鸣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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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阿弥陀佛 请跟我念 那么常驻释放佛 那么常驻释放法 那么常驻释放生 那么本是释迦摩尼佛 那么钥匙流离广如来 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大家升起大悲心 善事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大家也发起成佛的菩提心 来,众生无边是远度 烦恼无尽是远端 法门无量是远学 佛道无上是远程 好,请放长 阿弥陀佛 今天上午我们去 各位应该都认识 槟城的 那个德国 老菩萨 他在那边养了六百 六七百只狗 各位应该知道 所以我们去参观 也去 护持他 所以 总共布施了 一万一千两百麻痹 因为他那边养狗很困难 当然 我这样讲 大家随喜功德 拍鼓掌 然后也希望 大家经常去 关心他 然后在养狗的后面 就是我们福建人的魂墓 福建人的魂墓 他们说一万多个魂墓 好整齐啊 我们在那边做言供 念仪轨 那个德国的老妈妈也来看 她看一看 她有一点感动 因为我跟他讲 我们佛教啊 不是光爱狗 也爱牛 也爱猪 更爱鬼 因为要帮助他们 所以 我们还拿了甘露丸给他 说你的狗如果死了 那我们 你用这个甘露丸 给他撒一撒 后来又拿了咒语给他 所以万一狗死了 给他碰碰身体 他就可以脱离痛苦 他就相信了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告诉我 因为他是德国人 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 他可能没有轮回的观念 但是他有爱心 但是你为了要 帮助他 更要帮助那些 已经往生的狗 跟现在的狗 所以你要布施啊 你要布施 所以我拿了一万多块给他 他说抱很久 我出家以后 没有被抱过 被女人 结果 他抱我抱很久 因为一叠钞票 然后呢 他开始讲话就很柔软 就不会抱怨 因为他有一点抱怨 政府在杀狗啊 养狗很困难啊 等等等等 但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佛教有空性啊 一切随缘 对他来讲 他很痛苦 因为他觉得他在做好事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在佛法里面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对狗 对猫 对人 都平等的 那是因为他 对狗很执着 对其他动物 可能没办法 所以我就问他说 狗吃什么 他说 要去市场捡那个鸡骨头啊 鸡内脏给他吃啊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们那边养三千只狗啊 比你多 但是呢 我们给他吃素食的 他就问我 素食他吃吗 我说很简单 你把他关起来 给他吃 他就吃了 因为他肚子饿啊 你给他面包 他也会吃啊 而且他说 吃了健康吗 我说 你看我们健康吗 因为他有几只狗 在生病啊 得癌症啊 后来他还有一点相信 他说 意思是说 叫我们把他 加持加持他的狗 这就有一点 相信啊 我想 一个人愿意 帮助众神 但是因为他没有 三宝的加持 他没有 智慧 他们有点 疾耶 所以 他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抱怨 甚至他认为 他死了以后 没办法 所以他要把他 德国的女儿啊 现在做空中小姐 等他快老了 他就请他来 继续帮忙狗 所以我这样讲 我 希望各位在槟城 那 我想狗也是我们 也关怀的 特别在马来西亚 那 马来人对狗 那就比较排斥 那在槟城 还好华人多 那边是华人的墳墓 那些狗还有机会被接受 但是除了狗要关怀 那各位能够去那边 躲到后面 拿一些饼干啊 一些盒子啊 做做烟供 药供 对我们来讲 不时一坑米就可以解救自己的自私心 可以超度自己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恨一个人 你会一直耿耿于怀 睡不着觉 哪一天你干脆对他微笑 再送他一个饼干 那你就好了 这就是佛法 所以我想佛要我们用这种方法去慈悲啊 慈悲才是解救你自己嘛 慈悲让你不会执着啊 慈悲让你有智慧啊 所以 后来我又到 槟城菩提小学 那边有个老师傅 叫传心 还是叫傅心 93岁了 我故意去看啊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93岁了 刚好他们在盖大殿 那里面有很多祖师 当初太虚大师 原因老法师 慈悲法师 法皇法师 都都那边过 槟城菩提小学 所以后来我也走来走去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们下午啊 下午要超度超度 因为我看到里面排位很多啊 里面的一直在 在拷那个翁行坐 对不对 我要超度 超度啊 所以我有 我也做了布施 他硬不拿 他说出家人不能拿出家人钱 因为他要盖大殿 但是后来我要走了 他就抽两百块给我 那你也帮我拿去做超度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槟城菩提小学 往生堂内 所有往生排位 回向福建人坟墓 冰城境内 不分宗教 各种往生服务 同享功德 更加回向 往生的狗 不管各种姻缘 被屠杀 自然 生病死亡 所以 我想我们 法会一开始 提这个就是 那我想我们 要一个大配信 海里面的鱼啊 市场里面被杀的 那这 世界各地 都有各种 受苦的友情 那各位来参加法会 的目的 很重要 那我曾经讲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乞丐 他看到很多人在 在供养 出家人 他也很欢喜 因为有一天 人家给他 几颗葡萄 他葡萄吃完了 那个籽啊 他就种在泥土 他心里想的 哪一天 如果我葡萄 种出来 结葡萄了 我就拿来供养出家人 他就这样想 结果他葡萄 一直种种种 终于葡萄 成熟了 然后呢 有葡萄了 哇 他很高兴啊 一摘下来 赶快去供养一个出家人 那个出家人 有神通啊 他说你不是今天供养 你已经两个月都在做供养 为什么 因为他 他种这个葡萄的动机 是为了供养出家人 所以他两年来都在做布施 天天都在做布施 动机很重要 如果各位今天 从家里来这边参加法会 想说我要到芸汐老人 参加老人 法会 希望老人健康 希望能够救很多动物 在这边我们也要随喜一下 因为今天我刚刚去外面看超度排位 哇 还有buffet 哇 准备的很丰富啊 所以我们感谢这边义工菩萨的慈悲 为他们鼓掌 外面还有一个救火车啊 我刚才看到我高兴啊 所以干脆就烧大一点 因为有救火车啊 也政府认同了 今天还有救火车 这个就可以做大一点了 所以我想烧大一点 就能够做更大的焉供 能够供养诸佛菩萨 念一下慈悲才是供养诸佛 我们有慈悲心 诸佛菩萨最快乐了 所以能够利益动物到众生 利益鬼到众生 利益人类众生 利益地狱到众生 所以刚刚开始我们念这个 善师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所以愿大家把所有众生 都当做自己的母亲 相当在轮回里面好苦 哪怕现在做天人 做神 哪怕他做美女 哪怕他做富翁 凡是友情 都是在痛苦的 轮回的 所以这个世间 佛告诉我们 为什么痛苦 念一下 来 诸行无常 一切皆苦 诸法无我 涅槃即净 这个世间 凡事存在的 都是如此 病化无常 痛苦 没有办法主宰 所以这个世间 各位要多去思维这个道理 我们华人每天都会 典箱 所以用典箱来 供养三宝 用典箱来 供养护法善神 用典箱来布施给六道众生 更用典箱来布施供养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以 这个叫 士兵客 那每次各位都 最好每天都做 供箱 供灯 供水 就像各位刚刚进来 御佛 御佛节 并不是 魏塞节才御佛 如果按照经典 各位最好 每天都御佛 既然御佛有功德 当然每天都御佛最好 你可以去 请一尊 御佛 在家里 每个人 都可以御佛 亲戚朋友到家里 告诉他 御佛可以尝受 消病苦 消业障 一切满怨 不堕落伤恶道 那 这么简单 每天能够御佛 供水 等等 那我们今天 前面 还准备了 六桌 为什么要准备六桌呢 为天道 人道 修罗道 畜生道 鬼道 地狱道 为他们 供养上宝 然后呢 再把这六桌的食物 要去 供养六道众生 以后各位在家里 也可以这么做 你要供水 供七杯水 一杯水 供养三宝 六杯水 会流到众生 那你最好再加一杯 为你的家人 父母祖先 也做这个功德 那就八杯水 那你可以供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要跟众生都结缘 这样才有福报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 所做的功德 都要符合 念一下 波罗蜜 所谓波罗蜜 就是成佛的资粮 那你要符合波罗蜜 那一定要 善供三宝 下施六道 都要圆满 叫波罗蜜 善根回向所有众生 波罗蜜的条件是什么 念下来 思维空性 不离大悲心 追求成佛 善根回向六道众生 那这个就叫波罗蜜 所以我们叫布施波罗蜜 慈戒波罗蜜 世间人都在布施 但不见得叫波罗蜜 但是如果我们布施的时候 是为了自利利他 善供下施都圆满 而且不执着 那才叫波罗蜜 今天你做功德 回向给你爸爸 这不叫波罗蜜 但是你用你爸爸的名字 做功德 上供下施 回向给众生 那你替你爸爸做了 菩提之良 波罗蜜 那菩提之良的功德 就不可思议了 来 再跟我捏一次 来 持咒破地狱 放生就动物 私死渡鬼道 我们每天都做这三个 帮助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今天三样我们都要做 最后谁得到最大的利益 人类得福报 消业障 诸天欢喜 这样六道都得到利益 利益 诸佛欢喜 慈悲六道众生 才是真正供养诸佛菩萨的方法 但是为了要利益 六道众生 我们齐请三宝加持 所以现在放生的悟命 我们念一下 各位从内心随喜 观想 不是光 目前的这些 我念一个 你要观想 鱼 全世界的鱼得到超土 每一种悟命 昨天在森美兰 又放了四头牛 二十几头羊 是其他佛教团体带来放的 现在已经刻满了 里面有三百头羊 一百多头牛 十只骆驼 还有鸵鸟 还有鸡鸭 我们负责人战日法师 已经受不了了 太多了 但是各位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不能拒绝啊 想尽办法 想办法 找地啊 他说师父工人也不够 工人不够 找工人啊 找工人要付薪水 那想办法啊 因为要救命嘛 既然我们都念了 来 众生就是父母 那你都要救啊 来者不拒啊 但是自然 我们在台湾也是 从一个护生源 变三十个护生源 从只救六百只狗 变成三千多只狗 一切都是超出亦算的 但是 那是努力啊 所以现在不是光在台湾 在印度啊 在布丹 在各个国家 我们都想尽办法 在开发 护生源 所以 因为我们是 要普渡六道众生 这些动物 上师就跟他们绕一圈 加持加持 念一下 归一生 永不堕 畜生 这些雾命啊 出家人 可能加持一下 他们永远不会做 畜生 因为我们人多 上师去 加持一下 因为 我告诉你啊 因为我最近来马来西亚 有人跟我抱怨 师父我们马来西亚 现在有一点 如何如何 我说不错啊 马来西亚算很好了 我跑遍全世界 大概只有台湾跟马来西亚 一样好啊 因为其他地方 包括我在欧洲 美国 我经常去 那边更不快乐 不然你移民去那边看看 早就回来了 马来西亚已经很好了 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 你不能要求世间圆满 这个世间就是 堪忍了 说婆 这样 不错啦 不过我这次去布丹 有一位 有很多马来西亚菩萨 跟我去布丹 有一位上师会占卜 他们就在问 哎呀 上师啊 马来西亚最近有一点 有一点问题啊 怎么办 然后那个上师占卜 移民吧 那他们说怎么移呢 后来哪一块好呢 哪一块好呢 问一问 槟城最好 那个上师说 那不然你 一去槟城 槟城还比较好 我想有道理 哎呀 槟城都是华人 槟城环境好啊 所以各位住在槟城 麻烦你要多为其他州的祝念祝念 他问的理由是说 他并不是问了 他就问说 赚不赚钱啊 他一直说 不行啦 赚不了大钱啦 赚小钱 槟城还可以赚大钱的样子 所以我想 为什么 因为槟城很多菩萨在放生 对不对 槟城有很多寺庙 所以槟城的佛教兴盛 所以我们槟城的福报 华人多 这个功德大 槟城的数十殿多 福报大 那各位应该把这个功德也不失给任何一个国家 那自己更要精进努力 我们要求愿有几个主题 第一个 愿我们放了这些鸟啊 鱼啊 螃蟹啊 他们不要被杀 不要被捉到 能够安享天年 将来生天生净土 第二个 希望正在杀生 正在伤害动物的这些人们 你要回向给他们 愿他们哪一天也能够跟我们一样 顿悟因果 不要再伤害生命了 自己儿子不想被杀 我们也不要去杀人的儿子 所以因为你去杀小牛 杀小鱼 那将来换你的儿子 短命很痛苦啊 所以要体悟 希望他们平等 众生没有分别 第三个 我们也希望 我们自己包括所有修行人 修行都走入正确的修行 业障消除 发普提金 将来都能够正得空性 成佛 我们要这样祈愿 所以为了祈愿 祈求三宝 加持这些爸爸妈妈 这些鸟 这些鱼 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兄弟姐妹 就是我们现在不认识他了 如果没有缘 我们一定看不到他 看得到他一定有缘啊 那各位要生起这种感受 悲心 感受到 我跟鸟是一体的 我跟这些鱼 螃蟹是一体的 他要快乐 我也要快乐 他要痛苦 离苦 我也要离苦 我们跟他是一样的 那佛教里面的修学 并不是你读很多书 才叫修行 你看到众生 有感动 就像你各位 你看到你妈妈在生病 看到你儿子在生病 你心里很痛 因为你有感动 这个就是佛教最重要 所谓的空性 悲心 就是你看到 所有众生在受苦 你都有感受 代表你修行佛法 正的空性 如果一个人 很会读经 很会讲经 然后这个人不太慈悲 那这个只是一个学术研究 那没有用 所以我想各位 最主要的 大乘佛教的重点 是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一种 感受到对方的快乐 跟痛苦 那我想各位 开始要学这个 那你要去感受到 别人的苦 路上的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外国人 他们都有苦啊 你看到一个老人 经过你身边 哎呀他好苦啊 他走路不方便啊 他身体生病啊 你就会有这种感受 有这个感受 你就会深情两个心态 哦 我希望我以后 也不要这么苦 这叫出离心 然后愿他们 跟所有老人 都不要痛苦 这个叫大悲心 那各位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现在什么感受呢 就是你看到你的爱人 才有感受 其他都没感受 你看到 看到你的亲生儿子 哇 你很想抱他 这个不是感受 这个是执着 佛教里面所讲的慈悲呢 是平等的 所以念一下来 我爱是痛苦的 真爱是快乐的 执着的爱 很痛苦 但这种平等的慈悲 很快乐 就像各位 你今天放生 你很快乐 我们要超度 很快乐 我们要帮他 做烟共 很快乐 那个时候 是无苦的快乐 各位这一点 要想清楚 所以你要开始 用慈悲心 来对待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你的朋友 你就没有痛苦了 如果你用一个 分别心的爱 去对待他们 不清净的爱 你很痛苦 抱怨对方 对你好也不行 对你不好也不行 很麻烦 所以各位 佛教要我们 要有这个智慧 去转化 那就没有痛苦 所以不要痛苦了 你老公对你不好 那没关系 他像一只螃蟹一样 那就好了 他像一只 你女儿不孝顺 没关系 他像小鸟一样 平等平等 你不要太在乎 所以各位要养成 这种清净的爱 就没有痛苦 我们念一下 放生功德 希望大家 生起永恒的信心 现在这个世界 有战争 有恐怖攻击 当然各位都知道 所有的战争 从哪里来 人类的杀业 杀来杀去的杀业 那杀业最严重的是什么 吃肉 这个世界 每年有700亿的鸡被杀 没有算鸭额 12亿的猪被杀 5亿的牛 羊 1300亿公顿 海鲜水产 这是五年前的统计 那现在更多了 那这个杀业 怎么解决呢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了 大家慈悲啊 多放生 现在哪一种人在放生呢 华人 特别是佛教徒啊 所以我们大家 特别住在槟城 各位很方便 放海的 放淡水的 放各种的物名 都很方便 大家多抢救 马来西亚的土地很多 养牛养羊 救狗 大家都积极 为什么要因为把这个回向给整个世界 和谐 没有灾难 没有对立 没有恐怖攻击爆炸 这是我们大家能做的 所以77页 念一下放生功德 也希望这个功德 回向给六道众生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觉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救轻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福善 放生能住生期 77页 所以放生可以治病 放生可以消炎节还债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可以得到最大的福报 放生可以令亡生者 得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家里有人生病 赶快替他放生 再为他点灯 替他忏悔 替他做烟共 你该做了都做到了 然后呢 他就很顺利啊 因为一个人会生病 有三个理由 各位再背一次来 业障病 第二 鬼神病 第三 生理病 生理就是四大不条的意思 他坐太久啊 太晚睡觉啊 吃太咸啊 才太辣啊 因为这样四大不条 产生病 那这要消除病 不能只看医生 只调整生理 第一个要忏悔业障 这个业障病搞不好上辈子带来了 有些小孩子出生就心脏病 对不对 这不能怪他爸爸妈妈 小孩子也没做坏事 是他上辈子造的业 那有些人到三十岁就得癌症了 有些人到五十岁就心脏病了 所以这个业障病各位要忏悔 那忏悔 拜三昧水灿 在佛前忏悔祭 都可以 你要忏悔 忏悔消业障 鬼神病啊 那各位就要像今天这样 要超度 替他放生 替他烟缸 替他血排位 回向给他 消冤解决 他就不找你讨债 那各位听我讲一个故事啊 这是真实故事 唐代 杜顺 杜顺和尚 有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抱一个小孩子 哇 一周岁了 哎呀 师父啊 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 结果杜顺和尚说 这个小孩子啊 你们不要执着啊 他可能来讨债的哦 你们要赶快忏悔 这两个听 哇 和尚怎么这么说 那杜顺和尚说 等一下你们抱来河边找我 结果他们夫妻啊 为了这个小孩子 赶快抱到河边了 杜顺和尚把这个小孩子抱过来 念念咒语后 就往河里面把他丢下去 这样 结果丢下去 小孩子当然淹死啊 那两个夫妻哭宅在地上 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突然 和尚出现一个大人的样子 大人 结果脸是他小孩子的脸 他们看得出来 怎么变大人了 就比了他们脸 你们两个 过去抢我的钱 害我的命 我来找你们讨债的 好在菩萨慈悲化解 讲完就走了 不见了 他们两个 吐声和尚 你们看看 这个小孩子在找你们报仇的 好在因缘成熟 他现在脱离你们了 所以各位 你最爱的 本来都是你最恨的 你最恨的 现在你变成你要最爱 这个叫欠债 知道吗 欠他债 你很爱你老公 他外面有女人 你还在爱他 你欠他债 那怎么办 你欠他债 所以各位 这个要忏悔 不然债还没还完 苦得不得了 所以我想各位 历史佛教叫我们 冤亲平等 不要太执着 执着就是欠债 来报仇的 来讨债的 儿子活到20岁 突然生病死掉 你哭了半死 然后花了很多钱 在他身上 因为他来讨债的 这一点一定要了解 所以在佛经里面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 有一位有钱人 他的女儿16岁死了 然后他的先生 哭完算了 就要把他抱去埋葬 他不让他埋 因为他太爱这个女儿 而且这个死掉的16岁女儿 更奇怪 那个脸就越来越漂亮 他妈妈就更不舍得他 死了以后 脸还越来越漂亮 他妈妈哭死了 后来有一个老和尚跑去他家 就问这个夫人 老夫人 老夫人 你知道你抱了那小孩是谁吗 我告诉你 以前你先生的小姨子 怎么死的 你告诉我 这个女孩子就是你害死的先生的小姨子来脱胎 哇 他马上把女儿丢在地上了 为什么 他早期结婚的时候 他不会怀孕了 他老公说 那我再娶一个小的来 他也没办法忍了 结果那个小儿来 小姨子来 马上就怀孕 他就很难过 他怀孕 他就拿毒药给他吃 让他小孩子脱胎 第二次又怀孕 又拿毒药给他吃 又让小孩子不见了 这个小姨子心里就有 一定有人害我 结果第三次怀孕的时候 他都不讲 不讲 他大老婆拿什么东西给他吃 他都不吃 然后等小孩子生下来以后 这个老大就害他来不及了 但是他还处心机率要害小孩 他想说 如果小孩子 像小孩家产变他了 那我怎么办 结果呢 等这个小孩子满周岁的时候 他就当做很爱他 经常送饼干 这个小孩子心里就没防备了 有一天 有一天 给我抱抱吗 给我抱抱 然后呢 这个小孩子想说 大概不会害他了 就给他抱 他抱去半个钟头 绕绕回来 晚上小孩子就开始生病了 但是查不出原因 三天发烧死掉 小孩子死掉 结果死掉以后 哎呀 这个小姨子哭啊哭啊 也不忍他埋葬 结果他抱了小孩子 刚好阳光晒到头 这边发光 什么意思 居然有一个针 扎在小孩子头里面 那终于知道了 大老婆又害他儿子 又把他弄死了 三天以后 小孩子死了 结果这个小姨子 很恨很恨 不知道怎么报仇啊 不知道怎么报仇 然后呢 有一天他就跑去寺庙啊 师父啊 要怎么样修行 可以埋怨 师父说 受八关灾戒 师父不知道 他是要报仇的 然后他就受了 七日七夜八关灾戒 过午不时 人家过午不时 这个小女生 七天不吃饭 为了报仇 受八关灾戒 就死掉了 死掉没多久 问题就来了 哇这个大老婆 居然会怀孕了 各位你都想要知道 小姨子来偷胎了 让这个大老婆会怀孕了 问题是怀孕生下来就死掉 怀孕生下来就死掉 连续六次 你看 来报仇哦 一直来报仇哦 到了第七次 终于生下来了 怀怀怀怀怀怀怀 到十六岁又死掉 所以 这个时候老婆上就问 你现在抱这个小孩子 你知道吗 就是你那个小孩 一直来投胎 前面害你六次都流产 第七次让你生下来 爱得要命 然后再死掉 你看他要不要把他丢在地上 吓都吓坏了 但是这个老婆上也说 我也不能怪你 因为当初传给八官栽戒 给你七天的就是我 传给那小姨子 我开悟了才知道我错了 我没有问他受戒的动机 我就传给他八官栽戒 所以我要来给你化解 你们这段仇恶 结果呢 没多久 那个十六岁的女生死掉 慢慢慢慢变成 这一只毒蛇 这一只毒蛇又跑来要咬这个老太太 当他那天要咬的时候 老婆上又来了 指着那只蛇嘛 你已经报仇七次啊 让他哭了七次 如果你这次在咬死他 你也要下地狱啊 老婆上就给他念经啊 持咒啊 这只蛇就走开了 不吃饭了 就死了 后来这个大老婆 害死人家一个小孩 所以各位不能堕胎啊 你看 逃报多久 他就跑去找老儿上忏悔 老儿上我怎么忏悔啊 老儿上 受八官栽戒 各位注意哦 如果你堕胎两个小孩 受两次八官栽戒 可以消业障 所以他就老儿上说 那你就受七天八官栽戒吧 忏除你的杀业吧 所以他受完七天八官栽戒以后 真心的忏悔 不再做坏事了 连肉都不敢吃了 那只蛇死了没多久 又去投胎 后来投胎在隔壁人家的女儿 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了 就进来 这个大夫人就很爱她 现在变成很爱她了 因为她是来报恩的了 后来这个 大夫人天天吃灾念佛 忏悔 这个小女生都跟着她 结好缘了 最后我讲的这个是 佛经里面真实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放生就是还债 过去我们杀生啊 吃她肉啊 过去我们甚至堕胎啊 我们有很大的业障 我们透过放生还债 回向给她 各位呢 也多受五戒啊 八官栽戒 改变命运 不但为我们自己做 我已经在受苦轮回 自杀的得癌症了 要替她做 所以我们 以放生的功德 这样来回向 所以来 七十七页 地藏博撒也跟我们说 放生的功德 十三种 地藏十轮经 放生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 自然生起 三 善神 唯有 四 所有动物体任 唯亲而欢喜 五 无量 功德 六 众人 恭敬 七 无病 无危害 八 快乐 永幸福 九 深深 世事 尽信 佛陀所行 十 不离 三宝 十一 终获 无上菩提之果 十二 师父 善之事 长久住世 为师 攘灾 祈福 十三 往生 净土 希望爸爸妈妈长寿 多替他放生 特别乌龟 越长寿越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 如果你亲戚朋友 精神有问题 忧郁症 躁郁症 那要放什么 放小鱼 放小鱼 再来 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张 缅甸侯叫的传承 如果有人一直害你 你很不喜欢的人 在你身边 如何请他先走 喂小鱼吃面包 喂蚂蚁吃糖 回向给他 不喜欢的人 就会提早离开你 这个 缅甸佛教有这个传承 多病的人 你也为他放小鱼 喂鱼 他很容易病好 等一下会发给各位 那这些方法 各位都要学 所以我们经常用土司面包 各位住在冰城 捏一捏 丢在河里面 海里面 给小鱼吃吗 这个很方便 我经过很多地方 哇 很多鸽子 都停在草地上 对不对 各位撒一点饲料 给他们吃 乃至呢 各位呢 你也知道 德国妈妈 在救七百只流浪狗 经济压力很大 对不对 各位就买一些面包 像我们今天去买面包饼干 那些狗也喜欢吃啊 不思食物 来回向给他们 好 翻过来 七十八页 第三 一个人放生 可以免除一个人生家的疾病灾难 众多人放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改变世界的命运 所以来 念一下 愿世界无战争 愿各宗教和谐相处 愿各民族互相帮助 我们这么多人放生 今天放了一万七千多 各位 一个人要放一万七不容易啊 但大家合起来的钱就很容易 而且我们这两天天天放 我们现在正在亚罗斯达拜粮黄宝燦 今天第三天 总共要拜七天 第一天八观摘戒 最后一天 供佛摘天法会 到蒙山 明天法会完了以后 我要回亚罗斯达 但是呢 每天大放生 每天大因果 所以我们念下来 水洗良黄宝燦法会功德 所以 他功德给我们 我们功德给他们 对不对 互相帮助 这样合起来的功德 希望世界和谐啊 愿没有战争啊 因为我们华人 大家安居乐业啊 毕竟各位 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人 如果人家说 这个国家是谁的 这个国家是谁的 都是男客啦 都是客人啦 这个世界不是你拥有的 国家这只是一个名字暂时的而已 不执着啦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力就好了 所以但是 但是在政治上还有对立 我这个党 你那个党 哎呀 党也可以换的啦 这个世界 换来台湾就是这样 一下 一下那个党 一下那个党 你不给我选 我又换一个党 这样 换来换去 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暂时的 但是他们不了解 我们多做功德 放生 回向给他们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党 众生皆有佛性啊 众生都平等啊 他们不了解啊 所以来 金山佛佛 最好的宵夜方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生害命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依我的话 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严寿 调查一下 曾经买过死鱼回来 把他杀一下 拿去煮的 有做过的 举手 大概都有吧 但是我跟你讲 释迦牟尼佛的家族 女人就做这个事情 他们男人抓鱼 女人把死掉的鱼 切一切煮一煮 结果呢 杀鱼切鱼的 通通被断锁断角 释迦牟尼佛的女人 是这样死的 释迦牟尼佛的男人 放毒药 杀鱼 他们都被防绑 丢在河里面 掌潮的时候淹死 各位 这个是佛教里面最出名的 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对不对 琉璃王跟他的将军 就是那两只大鱼 军队就是所有被抓的鱼 所以释迦牟尼佛被灭阻 鱼变军队 又来报复 三天三夜 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还击 释迦牟尼佛就是逃啊 被杀没有还击 业力 就像沐建连 沐建连有大神通 沐建连是被活活打扁死的 沐建连以前就是专门抓鱼 把鱼抓起来乱跳 就用石头敲它 让它不乱跳 然后呢在船上 然后运到市场卖 结果沐建连就算振达罗汉 这些鱼来投胎 做普拿卢外道的信徒 三四百个人 拿着锤子 拿着石头 把沐建连神通第一 打得扁扁的 为什么 业力来了 神通也没用 所以各位你听我们佛教这样讲 宵夜的方法 莫过于放生 大家都有吃过虾子 吃过鱼 杀过鱼 钓过鱼 你要想着好恐怖啊 好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 所以就算你没有吃过鱼 你要为所有鲨鱼 吃鱼的人放生 回向给他们 所以愿大家 保着悲心来放生 放生 回向给所有造而言 所有正在生病的 正在得癌症的 像我的哥哥最近开刀圆满 第四次开刀 这一次开的是头脑 因为他的癌细胞长到里面了 第四次开刀 然后这一次他才决心吃素 所以没有痛 好了 前面痛的时候就吃素 然后好了又开始吃肉 吃肉然后又发作 发作以后再去医 然后又吃素 然后又好了以后又发作 那这一次他去开刀 终于很顺利 他的老婆就煮了很多肉给他吃 我跟他讲说 冤亲栽主 他老婆吵架 开刀一定要吃肉 没吃肉了不营养 这叫冤亲栽主 我大哥怎么办 后来我跟我大哥说 那你就去陪妈妈吃饭 我妈妈是吃素的 住在你对面 借这个机会天天孝顺 吃素 你要命还是要老婆 自己决定 所以他现在天天就陪我妈吃饭 吃素 他绝对不吃肉了 好了 他说都没有痛 哎呀 整个头开刀 所以各位 如果你生病了 你要赶快好 特别得癌症 不要再吃肉了 一吃肉 马上会让你更严重 你一吃肉 那些冤心在主 更恨了 还有一个 如果你妈妈生病了 你劝她吃素 她不吃 那怎么办 那你替她吃 你替她吃 孝顺 她可以转业的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修行 可以回向父母 因为报恩 同样的 别人在做坏事 造业 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替她修行 吃素 做很多功德 回向给她 这个就是佛教徒 不是光替妈妈 替众生消业障 放生有如此的力量 所以大家合起来 你一个人放生 全家平安 大家放生 世界和平 消业最快的方法 所以各位呢 我们现在已经办了 念一下 国际千厂放生 八个月来 已经三千多厂 八个月 包括一万多头的牛 包括牦牛 乳牛 水牛 各种的羊 鱼 螃蟹 在世界各地 念一下 来 随喜功德 同享功德 各位很注意哦 佛教很重要 你从内心里面 水喜 你就享受 所有的功德 所以真正的功德 我们做不了那么多 但是水喜功德 最容易了 佛陀要我们 不断的水喜 那这样你不但 不会有 基督心 你来具足功德 那这个功德来回向 非常有力量 所以来 第五 念一下 寒山问时德 放生 可成佛佛 答曰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人能救物之苦 即能成就 诸佛心愿仪 故一念慈悲 救一物命 是一念 观世音也 日日放生 则慈悲 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露 观世音 大慈悲海矣 佛心 其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知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凡我同愿 以广行 劝勉 善令寻生 同归悲化 所以各位呢 以后你朋友生病 你就想着我们 因为国际千场放生 每天至少在世界各地 有十场放生 你就心里这样想 我随喜千场放生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你生病的朋友 有用 我们不但罗此 还有国际千场焉供 国际千场私食 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 布施糖果 饼干给蚂蚁吃 布施很多面包 明天各位如果你有来参加 放生有报名的 面包买多一点 因为海里面鱼太多了 对不对 把它面包捏一捏 让它沉下去 所以布施蚂蚁力量很大 经典说你布施一千万蚂蚁 等于布施一千万人的功德 布施给动物 特别小的动物 功德加五百倍 因为蚂蚁很可怜 佛陀这样讲的意思 告诉我们所有动物 所以我们现在各位麻烦 多施食 鸟啊 狗啊 鱼啊 乃至做便当 出衣食物啊 送来老人院 做素食的 好不好 我们这三个月 已经布施了将近七万个便当 大家赶快念 随其功德 布施便当 不能布施肉的哦 素的 煮好吃一点 送给老人院 送给孤儿院 最好以后 粗衣食物 你看槟城哪一家 素食店好吃 你就跟老板娘说 粗衣食物 有粗家人来吃饭 我粗钱 如果你再有福报 超过六十岁了 我粗钱 干脆你跟老板娘说 今天来吃的 我偷偷包了 食物吧 食物是灾季的日 来吃饭 哦 免费 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最好 粗衣食物 跟老板娘说 做一百个便当啊 或是你自己做 送去老人院 好不好啊 送去印度教 印度教他们办法会 也都要吃素的 对不对 送便当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 现在开了几间呢 在巴都巴夏 随缘素食 在深美兰 慈悲缘素食 有免费啊 至少初一十五免费 巴都巴夏是每天免费 我们战士法师 在尼泊尔也开了 免费素食店 因为尼泊尔可怜啊 那边 更需要帮助 所以我希望 我这样讲是各位 我做了很多功德 我们这个团体 各位你只要有需要的时候 一个合掌随喜 功德就变你的 好不好 因为你需要这个功德 去帮助别人 去让他不要生病 让他开悟 让他事业更顺利 所以我们念一下 来 随喜所有善法功德 你每天心里都要这样想 随喜所有善法好事的功德 这两天各位看报纸 脸书的创办人 布施了四百六十亿美金的股票 念一下 随喜功德 等于你布施四百六十亿 你功德比他大 因为他是人天福报的布施 我们这个随喜功德 是回向众生六道友情 供养诸佛菩萨 我们的功德更大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不断的这样 去随喜功德 乃至只要有人在做功德 一块钱给他加进去 好不好 他要盖一个大佛像 盖一个大佛塔 他要办水陆法会 我也要布施一块钱 为什么 我随喜整个功德 那你就得到整个功德 所以今天他们放生 一万七千多 你也去布施十块 随喜功德 等一下我们有这么多出家人 撒迦女众佛学院 需要大家护持 他们要精进的修行 而且很多上师 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等一下他们送今晚 大家都布施 好不好 你布施一包红包也可以 还是你要每个都布施都可以 如果你布施一包红包 我们就把它分好 假设有二十位上师 就分二十包 好不好 大家都做这个功德 因为供养出家人 得决定福报 就是你发的愿 得决定 念一下 县世父母 六亲眷属 福寿百年 所以我们七月份 于兰盆法会 共生 可以县世父母 福寿百年 念一下 往生父母 七世父母 历代祖先 冤先债主 离苦升天 做这种功德 所以难得有法会这么多 上师来 特别各位是女众比较多 这些安妮啊 他们在印度北部 那地方很穷啊 没人供养啊 所以他们院长必须亲自带着他们来化园 那是各位借这个机会 种福田 特别是安妮 他们一个月吃饭 一个人五十块马币而已啊 最好七十位 各位等一下 每个人供养一位好不好啊 如果你愿意 只要七十个就好 七十个 每个月五十块马币 那你就把这个 你等于供养整个佛学院的功德 这个 这个很重要 我做很多这种功德 但是这样对我们帮助很大 因为你有福报啊 你可以做很多利他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供养过袈裟了 今天也供养 他们一套冬天的袈裟比较贵 两百五十块马币 厚的衣服啊 那他们在印度北部很冷 但是供养袈裟的功德太大了 所有安全不遭破坏 外表庄严财富 能够修人路 来世也中得出家的义 那我想 我这样讲是各位要 累积功德 因为这个功德呢 放生是有利功德 供养三宝是有利功德 我们都要有 有这个功德 来回向 来消业障 这个很重要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利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大和葛城山 位于大阪与奈良之间 过去的修行人 都会来这个地方修行 山中鸟鸣 装点了清澈透明的山色 历史悠久的奈良古城 梅花怒放在寒冷的季节 吐露庆人心脾的芬芳花雨 曼梁有很多地方 都冠上大和的名称 大和时代 是日本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政权的时代 大和也就成为日本的代名词 东墨的雨水 滋润了干冷的空气 渐渐唤醒了下一季的风光 大和时代后 接续这是飞鸟时代 宝法渐渐在日本展露曙光 日本的第一座宝像即将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